如果嬴政活着,向羽刘邦还能争夺天下吗?秦始皇,在座的都是渣渣。 秦朝二世而亡,并不是由于起义军有多么强大,也不是因为秦国国力衰弱,而在于秦朝的政治因人为因素脱离了正常轨道,使得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全新王朝遭遇了体系崩溃之痛。 如果问及秦国如何强大,我们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一定是虎狼之师秦军,汉不畏死的秦人,以及以一敌六雀欲战欲勇,仿佛永不衰竭的强盛国力。 但以上都是秦国强大的结果与表现。 而非原因,秦国的强大根源在于制度的领先。 对于秦以后的古代社会,我们一般称之为封建社会,但严格来说,真正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。 战国时期的大部分诸侯国,以及之前的周王朝,都是这种组织形式,即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,诸侯将管辖区域内的土地分封给贵族,使大夫,从上到下,等级分明,各司其职,各级封军,享有领地内的生杀与夺大权。 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,但弊端也很明显,资源过于分散,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,各封军之间相互独立。 容易造成实际的分裂,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,会出现弱干强支的情况,即诸侯力量大过天子,轻大夫控制了诸侯。 而我们寻常概念中的封建社会,其实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,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取消分封制,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献制。 这一体制下,所有权力收归帝王,由他根据业务需要,任命各级职业管理人当自己的爪牙。 而这一制度,正是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,它也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秘诀所在。 战国时期 为了应对日益惨烈的竞争局面,各国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道,各类变法,改革层出不穷,但改革范围最广,贯彻最为彻底,力度最为伤筋动骨的,当然是商样变法。 商样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,加强君主集权,尊主卑臣,明分支不得相逾越,凸显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。 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,设立并推行法令。 即,秦国只有三个关键要素,臣子按照君主的需求设立法令,法令颁布后,另行禁止,不因四害法,取信于民。 而这一切的前提,则是由君主掌握权柄,而君主权柄的实现也很直接,赏与罚,符合法令要求,对国家有利的救赏,反之责法,而且是轻赏重罚,以加强人们对法律的畏惧,对公民的珍惜。 上样变法的所有具体措施,都是围绕着上述目的而展开,如以农战为核心,设立二十级军功绝制,加强连坐制,推行俊线制等等,最终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机制,全面细致,针对性强,执行办法具体,公开公平公正,称得上一个理想的管理模型。 这就是秦国以一敌六的最核心竞争力,而秦面,则是源于这一竞争力的丢失。 结合上面所说的,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感觉,秦国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,各环节丝丝相扣,有序运转,而秦王,则掌握着这部机器的开关权力。 因此,保持秦体制的唯一前提,君主脑子正常,如果不能做贡献,起码不要搞破坏。 战国时期,在秦孝公集齐之后,历代秦国国军的以身作则下,近140年里,这套体系得到了很好的执行,全国上下一致,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生产,对外作战这两个战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事务上。 秦国被打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战争怪兽,最终嬴政奋六世之渔猎,一统天下。 而在天下一统后,这一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 商量变法还有个观点,国家既要积蓄力量,也要会释放力量。 积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,释放力量,则是为了给民众立功的机会。 这就是秦国上百年间持续保持旺盛斗志的原因所在。 但现在,秦国之前的敌人已经变成了秦朝的百姓,农战的前提已不复存在,法很容易,关键是怎么的上。 制度的摸索需要时间,秦始皇的希望则放在刚毅而无勇,信仁而愤世的长子扶苏身上,覆破子力,一言一松。 这是古时帝王权术的常见套路,为此他甚至抓住扶苏觐见的由头,让其去监管帝国最为精锐的军队,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 但人算不如天算,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的突然离世,丞相李斯的背叛,扶苏的余孝,蒙田的节操,都让秦朝的发展脱离了正常的轨道。 从小学习如何绝育,本该成为一名官吏的胡亥即位后。 主要干了以下几件大事。 鉴于自己得位不正,他决定以微服众,更为法律,物意客身,自己的兄弟姐们几乎被诛杀殆尽,被牵连者更是数不胜数。 以严法御下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,群臣见者已为诽谤,大力持路取荣,前手镇孔,前手及老百姓。 变本加厉,大兴土木,劳民伤财,附作阿旁公,竞争才是五万人为屯位咸阳,当时者多,度不足,下调郡县,转输输宿,除稿,接令自己粮食,咸阳三百里内不得失旗鼓,在大则香起义爆发后。 秦二世仍将原因归结为威严不够,一边用法医客身,一边身居宫中制造高高在上的神秘感,将正式为交给指路为马的赵高。 也就是说,按照正常的发展,第二任皇帝应当让帝国上下还口气,但不曾想,计划之外的接班人登台后,却抽出了一根更加粗壮的鞭子,而原本就对秦制不习惯的东方六国百姓,得知当今君主不是那位让人闻而生畏的始皇帝,于是陆续鼓足勇气,奋起反抗。 不过这并不是末日,大不了再来一次秦灭六国的壮举。 但是,今时不同往日,维持秦国秦朝竞争力的体制基础,另行禁止,赏发分明,公正公正等因素已不复存在,秦人离心离德,前线将士军心涣散,战力锐减,虎狼之时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,楚国贵族,后裔项羽,秦朝底层小利刘邦德已崛起,成了逐鹿天下的新主角。 那么,如果嬴政活着的话,像刘等人刚得过秦国秦朝,南上迦南。 我们先用一段话总结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胜的过程,从汉中平定三秦,其后依托关中源源不断的人力、资源。 再加上启用韩信、彭越、英部三位名将,最终击败强大的项羽。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,刘邦夺取天下,其实是重演了一遍秦灭六国,人才只是表象,关中的强大战争潜力才是刘邦获胜的真正敌牌。 因此,如果嬴政在,就算山东大乱,但关中的秦智德已延续,秦人民心安稳,于是军心稳定。 制度完善,军心安定,保障有力,张寒,王黎的队伍仍旧是我们熟悉的虎狼秦军。 保障有力的几十万虎狼秦军,不可能轻易崩溃,更不可能粮草断绝下败于数万储君之手,向羽诚然是顶级军事人才。 但他并不是神仙。 秦军保持优势,六国就是乌合之众,毕竟我们要明白,这些借着农民起义复辟的贵族势力,远远比不上当初嬴政统一天下过程中面对的完整六国政权。 即秦国还是那个秦国,而六国已远远弱于当初的六国,对于嬴政来说,在统一一次天下有何难? 如果你要说人才优势,那么纵观战国近两百年,没有哪个国家比秦国更重视人才,更能吸引人才。 其实在陈胜死后,秦末的农民起义就已经结束了,接下来首先上演的是六国就贵族的复辟。 其后,是刘邦、韩信等人推翻旧贵族,把自己打造成新贵族的奋斗。 而在战国时期,秦国的一贯人才政策是这样的,不管你是哪国人,只要能帮我干活,就能享尽荣华富贵、商鸯、公孙衍、张仪、范居、吕不韦、李斯。 这些引导秦国强大的智囊与大脑,哪一个是秦人、司马错、白起、王俭家族、蒙氏家族,秦国何曾为缺少名将担心? 而嬴政也延续了他祖上用人不问出处的优良作风,当初魏国人魏辽前往秦国,嬴政与他一聊清心。 立即将对方奉为上宾,以至于魏辽感叹,我不依,然见我长身子吓我,吓得想要逃走。 而在看完韩妃子献上自己的书作后,嬴政更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,介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友,死不恨已。 不差于刘邦的人才态度,再加上秦朝的雄厚实力,嬴政会缺人才吗? 况且,最抗拒传统贵族的,没人比得上秦国君主,嬴政统一天下后,就是要以郡县制消化传统贵族政治。 如果嬴政活着,本就在体制中的刘邦很有可能会为朝廷奋勇拼杀。 出身底层的韩信等人,也会以军功节节攀升,六国贵族哪还有兴风作浪的机会? 当然,历史不容假设,以上都是无责任猜想。 如果要给中国历史上的汉室排个名,秦朝的二世尔王当居首位,这个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新时代,奠定了其后两千年封建政治基础的朝代。 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,中原的百姓们不应该再度沦为阴谋家,新旧贵族们谋取个人利益的炮灰。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顶书讨论吧。